公車來了 招手上車 便利的交通網 方便市民前往下一個地方 不過在瑞典有一間療養院 他們的公車站很不一樣 站牌和路線圖 都和市政交通局 繪製的一模一樣 原來這是為了緩解市制鎮長者 急於返家的焦慮 這是我們的公車站 大概4個月 我們要用到處理的公車站 我們可以坐邊聊天 還有車站和卡片 院方表示患有阿茲海默症 和市治癥的患者 想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是很常見的 因此院方才在燈火通明的走廊裡 擺放長凳和一張城市地圖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真實的公車站 這間瑞典的療養院 設在首都斯德格爾摩的郊區 南泰立耶 車程約35分鐘 但患者通常不會注意 儘管時間不斷流逝 公車卻怎麼都不會來 因此後車站成為 安撫患者焦慮情緒的心靈小角落 當我剛才提到這件事 有很多人覺得這件事是很愉快 但當我們還要設定 這件事 我們看到這件事 就發現這件事 很不錯 這件事 這件事 一直在這裡 療養院表示患者喜歡聊天 所以等車就是最好的對話場景 公車站能讓患者放鬆心情 不再急於想收拾行李離開 也協助提升了患者的生活品質 大愛新聞 武貴真編譯